中文字幕 李宗盛 雷虎褲仔基板八兩順比賽 不過不是真的八兩順 用的是秀興的獨木舟 不要以為這很簡單 看UK在水面上 全控制得不是很好 方向就是騙得很離譜 想要贏卻不是那麼簡單 剛開始滑的時候 就覺得很累 那它其實在滑的過程 會覺得運用到全身的力量 那其實奪到鞋那個 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第一次滑 所以就會就是有點 不太能適應 這樣 好滑嗎 其實上手之後就是蠻好滑的 南大冠過去 只有在二十幾年前 日外探討競技板過八兩順比賽 保理頂級將來不賣紀板過 今年打破紀錄 由保理頂公所和台灣中心 互觀光協會頂單位合作 終於六月催一 在那裡開了紀板保理 第一次的八兩順比賽 我們除了有獎金 有獎品以外 而且我相信趣味性的活動 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能夠獲得大家的迴翔 而且我們也希望 在往後每一年的 這個元宵 端午節 我們都能夠在鋁魚壇 來辦理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雷魚庫拉市民都是山 無風無龍 環境非常優美 非常適合這項運動來發展 主辦單位也希望交錯 提醒雷魚庫拉環境區的地名度 第一次嗎 第一次 那對這邊環境感覺怎麼樣 這邊啊 就是覺得空氣好很多啊 比我們在都市生活的時候 會感覺很不一樣 這邊滑的感覺怎麼樣 對於就是很親近優先 因為旁邊都是山 就是空氣還滿好的 來舉辦這個農作比賽 是因為提升埔里的風景區的 一個知名度 跟一個休閒的活動 因為這邊是四面環山 沒有什麼這個浪 湖面都是非常的親近 而且平靜 也是比較安全的 在鋁魚庫拉環境 不然可以享受好山好水 過程中 可能也有意外行鋁魚 鋁魚在鋁魚在鋁魚在鋁魚 鋁魚在鋁魚在鋁魚 拿出來看看 快點 這個 挑進來 這也不用丟了 勾住在這裡就挑進來 主辦單位 歡迎全國國民眾 用玉玉報名參加 除了精三名有兩千塊到五千塊 獎金以外 六月齊一東工 也要有免費包馬長 頂相當處理的活動 有興趣的民眾 就要把這個人帶的機會 接著王家先採訪報道